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天亦都想再次跟大家說多一次 就是那個北角開槍案的事件 在昨天跟大家討論過程之中 其實大家都覺得,今次這個北角開槍案的事件 很大機會都是某國 想用今次的事件再在香港搞多一次的顏色革命 不過,今次這件事件連連登仔都不支持 連登仔都在說,神經病 你怎可能是瞄準手指來打呢 所以今次是連登仔親手瓦解了某國的顏色革命 整件事是怎樣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為何大家認為不可能是瞄準手指來打呢? 待會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開,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在上星期日大家都知道,不過發生了一宗非常慘的慘案 這個慘案就是因為一個姓李的男人,她的精神病病發 接著就是襲擊她自己的媽媽和她自己的太太 接著警察接報到場之後,她都還是很冷靜不下來 因為她精神病病,不受控 那個勝利的男人就拿了一把菜刀和剪刀 就衝向警察,在警方、警員多次的警告之下 無效之下,她就沒有辦法 她也是不放下刀和剪刀 還要衝向打算斬我們的警員 接著我們的警方,警告無效 所以就迫於無奈地開槍 打中了她的胸口 最終她就不幸送遠身亡 死者的太太和她哥哥昨天去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 那個老婆說對這件案件 對報案的決定是非常後悔的 她說她自己當時全程躲在房間裡 躲起來了 只聽到警察大聲叫她老公放下武器 這個李太就非常質疑 說為什麼警方不選擇打手打腳 或者打其他不同的地方 一些可能非致命的位置 為什麼不用胡椒噴霧呢 或者為什麼不叫談判專家過來呢 但是她精神病的 你叫談判專家來是沒用的 她要求什麼 她想要什麼 才要談判專家來才有用的 她疏了 她精神病的 那你叫談判專家來是沒用的 這次這件事的慘劇 引發了很多外界對我們警察使用武力的激烈討論 包括立法會議員 我也是翻查一些不同資料 尤其是開槍擊斃他人的概率 比較高的美國 也是國際標準 那裏也有很多人提出很多不同類似的質疑 在美國一個提問網站裏面 就有一些來自美國警戒和軍方的專業人員 就到這一系列這一類的問題 就作出一些比較專業的意見 那這些呢 美國那些黃絲最喜歡 那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專業的意見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些什麼叫做非致命部位 是不是這麼容易瞄呢 當人看任何一個位置 其實被一支子彈擊中了之後 其實都可能會出現一些致命的情況 所以那個李太質問 為什麼警方不打一些手手腳腳 一些其他地方 非致命的部位呢 說真的 這樣 是不是真的理性和可能呢 他就認為 總之你打一些手手腳腳 就可以限制到他的行動 然後就將他制服了 但是其實 是不是可以的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一旦發生了一些 叫做警察開槍 擊斃一些疑犯案件 很多時候人們就會質疑 是不是濫用武力 是不是亂開槍 但是現實就告訴大家 就算警員完全是 瞄準手手腳腳來打 其實都會存在很高的概率 是射中嫌疑人 手腳的大動脈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你射手腳腳 也有大動脈 還有他會動的 他會自己轉到其他地方 他會射中其他地方 是不是 所以其實打中那些的大動脈 的話 就算只是剛剛 只是剛剛擦過 擦破大動脈 都可能自明 這樣的死亡機率 跟開槍打中他的胸口 胸膛 肚子等等 的死亡機率 都是一樣的 所以即使警員 並不想在對方身上 真的對準他的胸口來打 其實 通常 怎樣都好 一旦有警員 或者有人 開槍的話 子彈 只要射中人的身上 就會有 通常會有30%的民眾率 是對方所謂的 不致命部位上面 的致命部位 你說手腳不致命 但是手腳不致命之中 會有些致命部位 OK 那就導致對方死亡 即使你瞄手手腳腳 都有三成的機會率 是打死他 那你沒有聲音出的 那怎樣 到時打手手腳腳 又說了 打手腳腳都打死人 神經病 不要用槍 為什麼用槍 沒得說 所以如果我們的警察 選擇開槍的話 就絕對 絕對 是要警告對方的 或者 只是要 打傷他 OK 即從來警方 一定不會打算去殺人 是打算怎樣制止他 OK 那這些呢 也都是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是警告 放下槍 放下刀 整個武器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代表著其實 警察 在 最後 只是在一個 智慧 或者保護 其他人的一些關鍵的時刻 關鍵的時候 才會開槍 而且 一旦確認了 一定要開槍 就一定會是瞄準一些 驅幹的部位 驅幹的部位 就是 整個身體的肚 空 這些部位 對不對 一定瞄準這些 腹部附近的位置 因為腹部附近的位置 即身體中心的位置 範圍最大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 打歪 或者打中其他人 因為瞄準其他位 很容易會失誤的 你瞄準一腳 很容易會失誤的 OK 而且 開槍 打中一些 移動中的小目標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不要想這些 OK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嫌疑人 面對警方 都會出奇不義地襲擊警方 跟我們在電影看 完全不同 難道叫你不要動 你真的不要動 對不對 電影裡面 警方通常都 首先跟那些嫌疑人士 有這些言語之間的衝突 然後再開火 但是在現實生活之中 警方可能是 跟那些嫌疑犯打招呼 但是 喂 放下把刀 不要動 但是 這個時間 對面那些兇徒 已經是衝向警方施襲了 那 只是一瞬間 你其實就要決定你開槍 而不開槍 OK 那其實 你說在這一瞬間 當決定開槍的時候 又要描一些 肯定地不致命的身體部位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 要求警方 在遭受到襲擊的時候 仍然能夠是 非常之淡定地描住一些 非致命部位 那 我大哥 都幾脫離現實 而問題是 今次這件事 我覺得有些顏色革命的味道 而這件事 在連登裡面 我打算它會發酵 然後在連登裡面 竟然全部人都撐警 大部份人 不要說全部人 大部份人都撐警 在這裡說 你怎麼瞄 是不是 他傻的 你怎麼跟他談判 沒有可能的 他瘋了 精神病 那怎麼搞 沒有 所以大家都是贊成警方今次的做法 我想某國如果想用這一次來做一個顏色革命 他們會很失望 為什麼 這一次的人不支持某國 不支持反警察 反政府 他們都很失望 OK 說真的 警察的使命就是要保護公眾 然後是自己 然後就是他面對的嫌疑人 所以如果嫌疑犯在襲擊一些周邊無辜公眾的時候 或者警察的時候 警察都應該要開槍 警察應該是有智慧的權利 而且這張權利不應該被置於去保護嫌疑犯的權利之上 大佬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 嫌疑犯在那裡 打你 然後你要保護嫌疑犯 為了保護嫌疑犯 你就不開槍 你就 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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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下來了 是不是 沒有可能 你不可能說一定要保護個嫌疑犯 而你要蒙受著一些身體的傷害 這個是不可能的 OK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留言、文件、紳士道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